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可能应该问爸嫂 当然我先问你 你觉得嫁给周润发 辛苦不辛苦 当然肯定很开心很快乐 辛苦不辛苦 我感觉他会很闷 我是一个很闷的 你觉得他会觉得很闷 因为我每天做运动以后 回到家里就待一天了 不出去了 那他也做运动 所以他现在不闷 他会做运动 那你不觉得做一个女性 老公每天在身边会很开心 老公陪着他不出去 他以为我有病 在家里待着 你为什么我不出去 我不想 我不出去 我不出去 我看看上上网 看看别的东西 听听音乐 就过一天 我感觉他会感觉我很闷 那做他的老公 你闷不闷 开心得不得了 有他的照顾 开心得不得了 很舒服 发嫂说一开始谈恋爱 你说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对啊 为什么 我感觉应该不要给他自己个包袱 也不应该给他个包袱 两个人结婚 就是两个人走这一起就为了结婚 那后来怎么就改变了呢 开到秋天童话时候 怎么就改变了呢 跟纽约秋天没什么关系 就是改变了 可能是他为我做的事情太多 那得需要跟他拥抱名分吧 刚才发哥特别逗 我说那个你跟发嫂在一起结婚这么多年 是什么感觉 他说很开心呢 我跟他发嫂跟你在一起呢 他可能会觉得很闷吧 他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闷 你你是什么感觉 习惯了 没事的 他不闷的吧 他不闷的 应该说他很尊重 他自己的自由 自由 还有给我我的自由 但是我比较 因为我可能有工作在身 我不闷 我不觉得他闷 跟他这样的一个 big movie star 在一起生活难不难 我没有想过这些东西 总之我做回我自己 我没去说是发哥特别 我要这样做 没有没有 我做回我自己啊 喜欢跟人啊 在街上聊天啊 去运动啊 什么 普通人一个 没有挂住周团 那这点他很好 他给你这样的空间跟自由 对对 还有尊重 对对 那如果当初有他说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他说过啊 对我知道 如果他一直不跟你结婚 你还会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哦 但你内心也会不开心的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吗 真的没有啊 跟我说 因为我这样问 就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很不开心 那可他跟我说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我会娶你啊 我说 好 你是啊 到拍 在纽约拍戏了 他说来啦 我们去结婚 拍完戏 晚上戏 早晨15 去教堂 签了这15块 美金 就结了婚 我觉得做人 不要说跟他 是不要去 有什么条件 做每个事 总之做回自己 就行了 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性格 那他说他第一次 被你吸引 觉得这个女孩子 很单纯 很可爱 那你被他吸引的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人上 什么东西 那个质量是最吸引我 因为我 我跟他跟你说 我不知道是谁是进发吧 那有一天朋友介绍 说他是去看看 是第二次他飞不到请我吃饭的时候 他就叫我出来吧 就出来 我穿一个短裤 但是我跟下去 他就每天晚上就找我了 但是我不敢去 因为我听到很多东西不好的 关于他的传说 两年了 没有 那两年没有拍拖 但那两年他会经常请你吃饭 打电话给你 那你两年 其实你也是喜欢他 只是不敢 还不清楚啊 我喜欢不喜欢他 哦 你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喜欢他 差美而已 差美 但是说内心我还有没有把握啊 那你还是一个很有控制力的一个女孩 就你会想的很清楚 我做每件事比较这样 但是两年啊 万一我考虑两年这个人跑了怎么办 没事啊 跑了就跑了 就是缘分嘛 非嘛 那他这两年他也没有交别的女朋友 有了可能 我不知道了 也没有问 你不用问啊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是吗 我就没有信心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每天各种瞎瞎磨 不用了 要是没有心情 我们每天遇到的东西 还有包括 你说他是你的男朋友 要去想他做什么 有期待女朋友 很烦啊 不能啊 反正那两年他也会经常给你 打电话 写的postcard 你说 你几乎每天都写 每天收到 会每天去寄一张postcard 他喜欢你就这样吧 是吗 他做过Roman的人了 那为什么两年之后 你就被说服了呢 你就知道自己我是喜欢这个人的 因为他对妈妈 有时候我工作上要来香港 去大家 有 你看到他对他妈妈的那种 爱心 那种 那种态度 嗯 谢谢观看